哈喽大家好,我是耳鼻侯迟医生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鼻子里长真菌的病例 这位病人已经年余八十 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医生 病人是因为鼻子里有臭味 家里人老觉得它臭轰轰的 所以送它来看病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右侧壁箱里 有很多这种豆渣样的固体分泌物 受到平台限制的原因 我做了一个消色处理 如果不消色的话 这些固体分泌物都应该是那种棕色褐色 我现在正帮它把鼻腔里的分泌物清干净 当然实际上这些分泌物在鼻洞里还有 鼻洞里我是个很难构造的 但是我尽量帮它弄干净 不能彻底的把它问题解决 但是起碼能极大的缓解它的症状 在这些豆渣样分泌物附近 还有一些浓鼻涕 并不粘稠的浓鼻涕 而周围的结构会比较容易出血 这个出血不用害怕 这种真菌球性鼻朵炎 都有这样的问题 而这种出血你把清干净很快能止住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